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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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尔锋能力很突出 得到了山西群府西梁的赏识 赵尔锋于是迅速抓住这个机会 取得西梁的信任 西梁便将他调往河南 此后 赵尔锋便一直跟随西梁 1903年西梁调任四川总督 赵尔锋也随他进入四川 升永宁道道员 后有改任建昌道道员 展开全文道员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领导 他先后任职的永宁和建昌两道均与西康地区接壤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当时这些地区名义上是大清统治 但实际上却是大大小小的吐司在统治 但是 这些地区吐司的管理很混乱 大小吐司为了争夺地盘互相厮杀 中央政府的政令对他们根本没有运输 说这些地区时 国中之国毫不为故 当时大清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 英国把印度作为跳板 开始窥躯西藏 西康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 便显现出来 赵尔锋在担任建昌道道员期间 凭借其卓越的眼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写了《平康三册》 由西梁审阅后上奏朝廷 在这篇奏折底 赵尔锋提出 要断绝英国人燃指西藏 进而由康区进入内地企图 就必须加强对西康地区的建设 首先要加大白土归流的力度 废除土司统治 改为朝廷设置郡县 下派流管 其次是建立西康省 并设立西三省 西康 四川 西藏总督 如此 可借以度因人之际于 兼之达赖之外赋 这本是一份很有见地的奏折 但是 由于朝廷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晚期 已经无暇再顾及这个边陲之地的安危了 后来 民国政府在康区设立西康省 就是根据赵尔锋的这份奏折为南版划分的 02 欧维桑 P4 1905年 在西康爆发了奉全世界 面对英国人日益紧逼的侵略步伐 清政府已经不得不考虑西康地区的安全 1904年 清朝派遣驻葬帮办大臣奉全 由拉萨移住查穆多 经历川边 1905年 奉全等人决定从四川移民八堂 开心屯边开坑 这一措施损害了当地土司的利益 加之奉全其人为人傲慢 对少数民族存有很深的偏见 以当朝廷权力作威作福 他的这种做派 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1905年 八堂正 傅吐司和寺院喇叭 百余人 以奉全教练杨操 谈毙洋人为由 杀死奉全和五十名警卫 还有两个法国传教士 此后 土司又聚集约三千余人 阻结街道 阻止屯肯 钦差大臣被杀 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很快 朝廷派四川总督马为奇 西梁已经离职 和建昌道道员赵二丰前往征讨 赵二丰就是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 作为扑火队员进入西康地区的 清军武器精良 土司部队很难抵挡 虽然清军很快平定了大部分叛乱 但是 却在桑批四遇到了难题 桑批四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 又名甲荣寺 俗称桑批岭 是建于1654年 英九世达赖喇嘛的京师 向秋取扎1811年间 在该寺做过名誉主持 而名震康虚 这座寺院比较特殊 它的尾墙修得比城墙还要有 而且非常高 在和平时代 这是一座香火鼎盛 具有神圣象征的寺院 到了战时 这里就是一座极其坚固的城堡 赵尔锋率领的两千多清军抵达这里 被土司的军队阻挡在这里 进退不得 赵尔锋孤军深入 后勤保障很难跟上 桑批四的土司对此很清楚 他们想趁赵尔锋粮草不支的情况下 撤退时一举进攻 把清军消灭 双方就这样 在桑批四对峙了四个月 赵尔锋那年已经六十一岁 已是一个胡须花白的老者 条件十分恶劣地康虚坚守 足见其平边之心的坚决 此时 他的幕僚副宗主给他出了个主意 他说 叛军居然见坚守几个月 说明寺里不缺水 一般寺里都会游井 但是支持不了那么多人长时间消耗 那就说明 他们一定有水源从外部接入寺内 只要找到这个水源 将其解断 寺内无水 必然不攻自破 赵尔锋眼前一亮 立即派人在寺院周围寻找水源 果然被父宗主说中 水源很快被找到 并被截断 寺内没有水 顿时乱作一锅粥 赵尔锋看准时机 一举攻下桑批四 叛军的首领在桑批四被一锅端 参与叛乱的吐司 喇嘛通统被杀 清朝任命赵尔锋为川颠边雾大臣 赵尔锋顺时推行改土归流 在当地设置巨县 派遣官员 清查户口 规定赴税 在改土归流前 整个康须的吐司有138家 其中最大的四家是巴唐吐司 明正吐司 李唐吐司 德格吐司 在赵尔锋的铁外镇压下 这四家大吐司都被消灭 其余小吐司无力 反抗 只能按照朝廷的命令实行改土归流 03 经营西康 从1905年入康 到1911年离开 赵尔锋在西康前后六年时间 担任过川颠边雾大臣 驻葬大臣等职 还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四川总督 他在西康地区大力推行移民开墾 从四川地区招募移民 由政府发给必要的粮食 农具 种子 鼓励他们开墾康区 此外还修筑交通 新办学校 此外 他一改普斯时代的奴役做法 在民众中灌输平等思想 设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他曾发布公告说 向汉民与藏民以一律平等 藏民与藏民岂有不平等之理 而等不明此意 遂自认系吐司之百姓 已属糊涂 更有为为希腊的百姓 尤为不明势力 喇嘛是出家僧人 家都不应有 又安有百姓 这对当地人民来说 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此外 赵尔丰还推行自治政策 即在村落聚集地区推举一位投人 负责管 以村中事务 投人的报酬由村民自发筹集 投人三年一选 称职的可以连任 不称职的村民可以撤坏重选 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自治实践了吧 04 假如他没有到四川赴任 结果会如何 1908年2月 赵尔丰的哥哥赵尔逊接任四川总督 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葬大臣 但仍然兼任川滇边务大臣 1911年4月 赵尔逊调任东三省总督 赵尔丰接替哥哥担任四川总督 接到调令后 他很不情愿离开康区 害怕他在当地推行的政策 被继任者否定 为了稳妥起见 他向朝廷举荐他的幕僚父宗主接替他 直到朝廷同意了他的举荐 他才启程前往成都 8月2日 赵尔丰抵达成都 此时 四川的保禄运动处于高涨期 形势如火如荼 朝廷要求赵尔丰尽快镇压动乱 赵尔丰抓捕了蒲电军 罗伦等头目 消息传出后 民众纷纷前往总督府庆院 期间卫兵与民众产生摩擦 卫兵开枪镇压 酿成了成都血案 紧接着 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 朝廷对赵尔丰的表现极为不满 免掉了他四川总督的职务 11月22日和25日 革命军在成都召开四川关身代表大会 宣布脱离朝廷独立 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 12月22日凌晨 时任大汉四川军政府军事部长的尹昌恒 带领所部将已经卸任总督的赵尔丰抓了起来 并在明远楼将其杀害 享年66岁 站在今天的角度 再回过头来看赵尔丰的一生 着实让人揭叹 他对西康地区的经营 对国家的统一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是因他镇压过保禄运动 便被钉在十五柱上 而他的那些功劳 也就被历史淹没 被人们有意无意的遗忘了 后人在评说赵尔丰时 曾说 赵本人亦明明连结 办事公正 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数 汤人多幸福之 我经常在想 假如接到任命后 他晚了 成都几个月 他的命运和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会是什么结果 他的功劳会不会和左宗棠收复新疆而齐名 这只是假设 无法证实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